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童 今天主要跟大家談兩個話題 一個是與蓬佩奧有關 他最近爆出他擔任中情局局長期間的一個秘密出訪 並講述了一些在在任時不可能披露的內幕 這些內容我們放在節目的後半部分 而第一個話題是圍繞著王狐寧展開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專家是如何看待王狐寧 以及分析他將如何對付台灣 我們認為這個也恰恰是目前台灣最危險的地方 也就是台灣民眾最需要保齊的斷板 真心提醒一下台灣一定要小心 近日習近平開啟了第一屆國家主席任期 與此同時 中共全國政協也在北京舉行年度會議 該機構將由中共4號官員王狐寧領導 王狐寧有中共意識形態總管的明星 2021年12月16日 美國著名媒體人休爾特 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說 王狐寧在意識形態上對習近平有超常的影響力 並且據此認為王狐寧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 外界分析認為王狐寧政治上的升遷意味著中共將繼續與西方對抗的強硬政策 研究中共與王狐寧本人的專家馬修約翰遜表示 王狐寧80年代末離美國交流半年的經驗 對他日後的國際觀影響甚遠 儘管他憑直至新觀察和倒聽途說寫下了 美國反對美國一輸不一定反映現實 馬修約翰遜認為 王狐寧更生了中共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以符合當代 他說與馬克思主義相比 王狐寧更似信奉毛澤東主義 更似一種列寧式的毛主義 一種典型90年代觀點 在政治文化的作用下 以及如何運用他來統一、調動、加強國族共同體意識 馬修約翰遜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說 有關王狐寧在他的書中多次提到的民主 可以用威權傾向來論述他真正根本的意圖 但說到底 我認為王狐寧所指的民主 是應該動員社會所有成員參與政治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應該自由參與 或按照自己的目標和議程行事 因此 我認為更似是希望政治社區 在某種意義上被激活 這就是王狐寧真正所指的民主 因此 他認為應該將中共的所謂民主 以真正的民主區分開來 約翰遜還表示 如果習近平致力於加深與西方的緊張關係 就像俄羅斯一樣 然後對很多事情 對台灣 印度和亞太地區的其他參與者 採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態 更加專注於能夠支持中國社會迅速軍事化的政策 並且創建一個未來能夠參與 並贏得更多衝突的國家 我認為這五年內 可能產生真正的影響 我們已經從經濟角度看到 從政策規劃角度看到 中共實際重點在軍事化 縮小差距 創新和技術方面 所有這些都被推向所謂的雙重用途領域 我認為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 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地方 並且有很多警惕的地方 黃胡靈與他這本書 越來越被世界上的有色知識看清 美國方面 2月28日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召開首場聽證會 共和黨籍議員默克·加勒格爾 在開場演說中 特別提到黃胡靈分化統戰美國的這一本書 《美國反對美國》 他說該書描述黃胡靈 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對美國採取的戰略陰謀 就是利用他們貪婪和不同派系的美國人 互相攻擊 以破壞我們的國家 中共在華爾街 遊說公司 財富500強的高管中 以及公共衛生領域找到朋友 使他們願意為中共效力 反對我們 而台灣方面 專欄作家巨石智庫創辦人吳亦君於3月12日 在上報發表文章 吳亦君指出 黃胡靈所著 美國反對美國一書 早已曝露中共對美國戰略陰謀 此書所述信息 對台灣而言 同樣值得借鑑 吳亦君文章批評說 對於中共而言 數十年來黃胡靈的定位與其稱是國際關係學者 不如稱之黨國化裝師 畢竟中共改革開放以來 不論江湖、習、諸回憶、執政風格 甚至派系鬥爭恩怨 黃胡靈不僅能像泥秋一般 串流於危機逢鳥 甚至保持陰沉低調之餘 還能步步高升 甚至被中愛輿論 冠以所謂三朝國師稱號 其生存之道 在刀江劍影的中共黨史中足以留名 吳亦君分析指出 三十年前黃胡靈發表美國反對美國 書中戰略被中共原用至今 作者還值以騰達官場 不難想像在黃胡靈心中 另有一本《台灣反對台灣》 吳亦君警告說 黃胡靈新官上任三把火 炮口指向台灣 勢必拿出不生功夫進行文武統戰 台灣各界豈能不戒慎以對 說完這些讓人稍感沉重的話題 再來和大家分享一個振奮人心的故事 故事的講述者是美國全國務卿蓬佩奧 我們將這個故事的名字稱之為 《美國最美好的力量》 蓬佩奧的自傳回憶錄 寸步不讓 為我熱愛的美國而戰 於1月23日 在美國發售 在最近的美國之音專訪中 他為大家講述了一個 至今都讓他激動不易的故事 蓬佩奧說 我第一次訪問朝鮮是在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 當時我是中情局局長 所以是不能夠聲張的機密任務 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去 這次訪問低調卻意義重大 我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第一個與這位朝鮮新任的年輕領導人 接觸的資深美國官員 特朗普總統當時想與金正恩會面 以試圖搞清楚是否有辦法說服他 只要放棄核武計劃 朝鮮人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我發現他可能一點都不在意這一點 因為你知道一個完全邪惡的人 隔著一張桌子和我面對面 我最肯定的就是他這一點 我在第二次訪問平壤時 有三名美國人仍被朝鮮當局關押 當日會面結束時 我告訴金正恩 總統和我都希望他能讓這些人 和我一起回家 這個故事真的是很神奇 我回到機場準備回美國 我們不確定這三人的健康狀況 我們認為他可能好像奧托一樣受到虐待 當時我已經在飛機上 看著一兩雙型汽車開過來 看著這三個美國人從車裡走出來 當時我真的很激動 甚至我現在談論此時時也非常激動 這使我想起美國最美好的力量 我們沒有為營救那些人 自回家支付一分錢 沒有任何交易 我們沒有用恐怖分子做交換 我們什麼都沒有給 我們只是說我們想他們回來 釋放他們符合朝鮮的最大利益 在我們提出要求後45分鐘或一個小時內 他們就乘坐這架美麗的藍白商鑑的 美國政府專機返回美國 回到他們家人的身邊 接下來 他還分享氣球事件的重要信息 相信會讓很多人吃驚 當蓬佩奧被問及此前不久的氣球事件 以及他擔任國務廳或中情局局長時 是否曾經聽過這樣的事件時 蓬佩奧清晰地回答說 當然沒有 他說 現在發生的事情與以前發生的一切事情 都有根本上的不同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氣球 在美國大陸上空緩慢飛行 能夠對我們最敏感的軍事設施一朗無遺 而拜登政府 竟暗示這種情況之前就曾經發生 拜登政府向我們和前國安顧問布奧賴恩 以及前情報總監拉達克利夫做簡報 雖然我們不能夠說出 關於那次情報簡報的所有細節 但這次的氣球是不同 蓬佩奧的這番回答 竟然讓很多人感到吃驚 他接著說 拜登總統定不明白 當這個氣球飛越美國時 全世界會怎麼看 全世界看到美國 允許中共侵犯我們的主權 而且時間長達5天 而他卻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當然是巨大的錯誤 是的 我們必須權衡風險 我們也知道他們擔心掉落的碎片 但是我們認為他原本可以用一種 非常安全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而不止以讓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中共 在美國的上空進行間諜活動 我指的並不只是在氣球上的攝像頭 我知道他們說 他們已經讓那個氣球關閉功能 無法傳送 即便那些是真的 你仍然會看到他們 測試我們的防空系統 測試我們的政治和媒體對此事的反應 而這一切 我們相信在習近平的計算之中 當他考慮在南中國海擴張時 當他考慮從非洲攝取資料時 當他考慮台灣問題時 他也要同時評估美國人如何去應對 一個對自己國家造成的 非常真實的 顯然意見的威脅 如果他看到拜登總統原來是這樣的反應 恐怕他會認為 這是綠燈 可以繼續這樣的侵犯行為 從蓬佩奧談論這幾件事 尤其是他說的這個神奇的故事 讓我們體會到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府 他的執政者對於民眾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正是因為有美國這樣最美好的力量 讓這個世界上的人充滿希望 無論我們身處哪個國家 這樣的故事總是讓我們相信 正義將戰勝邪惡 中共這些倒逆施行無惡不作的行為 早已注定了它亡黨亡國的止日可待 而世界的光明也終將即日到來 不知道你是否跟我們有同樣的感受 希望寫下你的心聲 和大家共同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個讚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多謝你的收看 再會